28年前由央视投资拍摄的九四版三国演绎 一直深受观众 尤其是海内外三国迷的喜爱和追捧 像当初剧组刚刚完成拍摄 日本就以每期1.5万美金的价格 购买了该片的版权 开始在日本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放 要知道在那个6万块钱 就能在北京三环内购买一套高配两局式的年代 这样的报价真可谓是天价了 可随时等到84期全部播完之后 日本观众竟然没看过影 他们联名尚书 哭着闹着要求电视台重播 甚至都惊动了三国的铁杆粉丝 凝人天皇 于是九四版的三国演绎 就成了日本历史上 唯一一部播放了两面的电视剧 可是该剧受限于当年的拍摄条件 很多道具和布景 在如今看来都略显粗糙 甚至还出现了许多搞笑的川芳镜头 就比如说我们的关将军 洛阳城下 关羽被韩服的暗剑射中了右臂 他带着剑伤将韩服砍成了两段 随后就用嘴将剑叼了出来 可是仔细一看 上面竟然没有剑头 那这支剑是怎么插进去的呢 还有关羽在战长沙的时候 黄冬威豹不杀之恩 故意将剑射到了关羽的窥鹰之上 往下一把 居然还是只无投剑 除了拔剑没有投 剧中的关羽还有第二个技能 收刀补入鞘 似水关上手将便袭本响暗算关羽 却被关羽服破 一顿犀利的操作之后 便袭就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手剑的姿势真是帅血 可仔细一看 这剑竟然没插回到窍里 张飞丢了徐州城 来找刘备领罪 也许是从徐州出来的时候太着急 忘记穿鞋了 张飞脚上穿的 不知是从哪里捡来的一双油光正亮的大皮鞋 曹操带领着大军逆风前行 万天的黄沙 吹得将士们眼睛都睁不开 突然咔他一声 棋杆被大风硬生生的给折断了 曹操定睛一看 咦 折断的棋杆旁怎么会有一个烟筒呢 真不知是哪位将相好 抽了喝香烟解忧愁 一队士兵从城门前经过 仔细看前面的这位演员 他竟然穿了条漏大腿的裤子就出来了 好歹也是个拍头兵 咋能这么不在意自己的形象呢 你看看人家唐国强老师 虽然里面只穿了一条裤衩 但只要风不吹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相信大部分观众在看剧时 都专注于剧情 很难观察的这么仔细 但我认为 比这些穿帮镜头更难分辨的 是剧中的演员 小时候看去谁能想得到 似是三宫的袁绍 撕下小胡子就变成了风流倜傥的周公锦 赵云跟随刘备之前 一直在贡孙在手底下打工 多年以后才发现 这老板和袁公 竟然是同一个人 有句实说的好 生子当如孙中谋 孙坚的确是生了个好儿子 跟他老爹简直是一模一样 袁束派纪灵前去剿灭刘备 没成想被吕布原本射击给搅黄了 当时纪灵还在感慨吕布的剑法 等到后面他却摇身一变 成了三国里的第一神射手 黄东黄老将军 其实对三国演义中 一人分尸多角这种情况 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原著中有名有姓的人物 就多达一千多位 虽然有些人物出场时间很短 但他们却对剧情的发展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是剧组的制作经费是有限的 总不能请那么多的演员来演吧 关键是这些老一辈的演员们 他们演什么像什么 稍微换身打扮 就变成了另一个角色 而且观众们在看剧时 并没有发现有什么明显的不对 这也体现出了整个剧组的专业性 只有这样专业的团队和专业的演员 才给大家留下了这样一部 恢弘的经典之作 演员了黄尘 舞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